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小七已经回到了五名农村 刚回来 这边贴气也不错 然后这里有一颗琵琶 这个琵琶已经开始成熟了 我先摘鸽来吃 好甜啊 这里发现了一只土鸡 哇 这种土鸡 这种品种 第四季啊 这是什么品种 好漂亮啊 来 乐乐 下来 快点 哎呀 好听话的狗啊 娜娜过来了 她拿了一点青菜过来 把这个冬村把它给剥了 看看还能不能吃 现在小七炒点菜 起来的有点晚了 所以的话中午我们就随便吃一点 因为昨晚是跟小勇 马上凌晨三点钟才到家的 所以今天就睡到了中午才起来 嗯 我们吃点东西 然后待会就拿四子苗去救救 去救救家给救救 好了 嗯 嗯 这舅家那边也有好多水果的 刚才表姐还说去看 琵琶熟了没有 一大片的 嗯 刚才外面那个琵琶树我尝了 好甜啊 啊 甜啊 嗯 真的假的 哈哈哈 真的我有吃啊 那大伙去救救那边 嗯 那边更加更加多更加甜 好多颗 这边熟的好快 嗯 这边天气比较暖一点 嗯 今晚可能就是在救救家吃饭了 刚才表姐说在镇上买菜 嗯 那都熟了 那我们 就在那里吃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嗯 嗯 那 握干圆的话 明天再去了 嗯 今天 就在舅舅家那边摘琵琶吃 嗯 嗯 新量的话 也就是这三四天给大家安排上啊 不急啊 嗯 嗯 嗯 把握干啊 全部摘完 慢掉 嗯 那么我就 可以抓鱼了吧 可以 嗯 哈哈哈 天气回暖了 好多鱼 开始跑出来活动了 嗯 就等着我小勇去抓 明天跟小勇去握干园 嗯 看握干 然后准备安安排阿姨捡了 嗯 然后还有打包的这些 好的好的 这边有好几个水库啊 嗯 好多那些 假鱼也是鱼跑出来 嗯 嗯 我是直接听表哥说的 嗯 因为这些 脾气太冷了 也没办法 去抓鱼 嗯 看握了这些也太忙了 要扎握干 嗯 嗯 我们村里的那条大河是通到 嗯 堂哥表哥家那边的 很长很长 嗯 嗯